2018徐台青年交流活动院正式启动 我们真的是飘洋过海 然后来看徐州的同学们 还有这个环境 而且这次过来的时候 还刚好遇到台风 特别担心 一曲飘洋过海来看你 到处徐台青年交流的意境 尽管出发的时候 遇到玛丽亚台风来袭 却丝毫不减台湾学生 对徐州的憧憬 风雨中的交流也正好凸显 目前两岸僵局下 民间和青年互动的可贵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就在台湾老师 和台湾同学朋友的陪伴下 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交流 有一点很有意思 大家之间私下的交流 其实和政治没有一点关系 就纯粹是同学和个人之间的联系 没有牵涉到国家 互相学生 对 徐台两地高校的诗词迎唱 迎的是同一个文化 唱的是同一个语言 尽管再怎么不熟悉 也很快拉近距离 而事实上徐州市近几年来 正必欢迎台湾青年不遗余力 在徐州打拼十年的台商任御巡就表示 台湾的青年不要再报首小确幸 大陆市场机会腐蚀皆是 敢于突破就会有更好的生活 这边的政府对台湾人 就是台商也好台青也好 照顾都还是非常非常地坚实 那至少以我个人的例子 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是什么 什么有很多社会关系的人 但是这边的台办的领导啊 还有我们教育局的领导啊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其实非常多 也许我的经验也说明了就是说 其实机遇到处都在 其实机遇到处都在 由于江苏省的会台三十一条 近期准备推出 加会更多的台商和台青 预料徐州也会有更多的落实细项 而徐台青年交流月正好是一个开端 透过两地青年的新手和认识 让交流的善美种子 在不久的将来解出美丽的果实 以上是NOW NEWS今日新闻 在徐州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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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